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香港屬於一個阿爾大的地區 夏天的時候溫度非常高 再加上濕度也很高的時候 令到很多朋友 例如做運動或行山 出現了日曬中暑 或者有時候人煙囚蜜 或很狹窄的時候 熱到焗雲、中暑等情況 在你的臨床上 當然可能未必會 當時的病人來到我們 但是在我們這個 《自然療法與你》的節目裡面 希望教到一些聽眾 遇到這些危急的時候 而可以用到同類療法 立即去處理這些緊急問題 可不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 症狀是怎樣 讓他們懂得怎樣去找療劑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鼓勵大家 自己具備一個家庭自己用的 同類療法的療劑 一個套裝 我們現在建議的套裝 大概120多的療劑 可以說是比較常用的 當然我自己課堂教的 我教三百種療劑 但一般來說 常用的一百多療劑 都足夠了 為什麼我經常說 自己的家庭要避免 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當然要即時去處理 即時看到那個人中暈倒的時候 你就立即在房間裡 拿療劑給他幾顆 在他的口裡 可能即時解決問題 所以香港的療劑始終是 熱起來都很熱的 很多人喜歡去做戶外運動 尤其是去行山 這些就是踩單車行山 很多時候會中暑 反而游泳就比較少 因為你在水裡浸泡 但是香港人始終是一個 行山的天堂 很多人喜歡去行山 所以如果大家在隨身具備這個工具 是可以救你的命的 可能有時候都頗嚴重的 OK 當然了 所謂陳英所說的 日曬中暑、熱局中暑 和熱衰竭 我英文叫做 Sun Stroke Heat Stroke 和Heat Exhaustion 因為過熱 過到長時間 或者對熱特別敏感 對高溫特別敏感 太陽特別敏感 暴露之下 長期暴露之下 出現這種症狀 症狀方面 如果是熱局的 我們叫Heat Stroke 有些叫做日曬 其實是Sun Stroke 暴露到太陽下面的一種反應 經常是頭痛、頭暈、皮淚開始 導致皮膚發熱、潮紅和乾燥 排汗的通常減少了 但未必一定 但比較上皮膚比較乾 那麥博跳動得很快 有時候是高達到180次 一分鐘 呼吸經常急速 患者可能會失去方向感 和失去知覺 有時候會出現瘋癲 發揚釣 體溫很快 上升到1804-1806 在華視上說 很高 很快 但另外一種 我們叫做熱衰竭 Heat Exhaustion 比較上沒有太嚴重 它的特徵 都是逐漸虛弱 惡心 大量出汗、焦慮和昏雲 皮膚通常是蒼白和濕熱 麥博微弱 血壓低了 記住 血壓低了 兩個主要的分別 就是汗水和麥博 中暑的症狀是乾 沒有汗水的 而且麥博會快得很厲害 會急速 麥博快 而熱衰竭 熱衰竭 是虛弱的方面 會出汗 血壓低 麥博微弱 這兩個是分別 主要的分別 有什麼病發症呢 中暑的時候 心臟衰竭會導致 永久性的腦部受損或者死亡 記住 這個是可以死亡的 但熱衰竭通常是短暫的 很少有病發症 那如果那個體溫 那個信出升高 出現那個熱局的中暑 或者日曬中暑 這個是一個要 除了你自己用療劑之外 都要即時有些人去找醫生的 即急救 叫急救車 好了 大家要留意什麼呢 遇到 看看有什麼明顯的症狀 看看患者的面色是什麼顏色 有沒有出汗 以及患者當時的姿勢是怎樣的 療劑方面比較簡單一點 只有兩種 丁茄、Beladonna 以及硝酸、金油 Groninum Gronin Gronin 其實這兩個症狀是很相似的 主要的分辨 就是頭部有沒有爆裂和爆炸的感覺 如果沒有爆裂和爆炸的感覺 我就先用丁茄、Beladonna 如果15分鐘內都沒有什麼改善 或者有其他明顯的症狀 我們就用硝酸、金油 立即用Gronin 痛的療法 預期效果是很快的 因為這些情況一定要很快的 通常5分鐘到30分鐘 就會即時感覺到改善 好了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一般人都知道 要立刻幫患者降溫 有時就用冬水淋浴 或者浸冬水浴 或者用冬毛巾或者冰敷包紮自己 OK 如果是因為熱衰竭 因為虛弱 頭放低它 補充水分和鹽分 因為比較常是多汗一些 好了 再個別 其實兩個主要療劑 第一就是丁茄、Beladonna 通常的症狀來得突然的 以及劇烈的 通常臉呈現紅色 又熱又乾 身體劇烈的發熱 歸凍和劇烈的頭痛 尤其是右側 在患者當時比較容易生氣 也可能因為高燒 就出現幻覺的神魂尖獄 丁茄人一般是喜歡喝檸檬水 檸檬或者檸檬水 當然曹炒、動動、光線、太陽會差 以及丁茄的症狀 是下午3點是比較會差的 好了 另外一種就是 硝酸甘油 功能也是快速而爆炸的發作 眼睛頭部的器官感覺爆裂的膨脹 將爆裂的膨脹 劇烈的脈搏動和血液衝上頭部 症狀隨著曝露陽光相けれ 使頭髮的情況感受嚴重 是頭部發熱和过熱 这个烧鲜金油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医心脏病的利底源 但是同学疗犀是一个可以稀释到没有什么成分 所以在我们的同学疗法的故事里面 有时讲及有些人对同学疗法就是鄙视它、嘲笑它 因为没有物质的成分 那怎么会有什么成分呢? 有些人有时就用这个作为一个开玩笑也好 令人知道同学疗法虽然没有物质是可能会很厉害的 那他们就用这个烧酸金油这个疗劑 比30C这样,那是没有东西的 那有些人吃了之后,一吃了之后 你的头突然突然就爆了 那些人就觉得,哇,很厉害!不是没有东西,是有作用的 是的,同类疗劑就是同类相似 当初的时候也是说,被一些健康的人吃了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就可以用这个疗劑去治疗相同的病症 所以刚才袁医生举例,就是在这些情况下 不要少认为没有物质的能量医疗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今天讲过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刚才讲过了 就是一些很急性的问题 你不会是说,需要来看医生 当然在香港的,你叫医疗服务 但可能有机会,都会引起很多的后遗症出现了 如果我们常备了这个同类疗法的套装 在急救的情况之下,你自己可以立刻用到 或者你在身边或者你的同伴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大大救回了他的生命 或者你不会是有一些差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希望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 就立刻去家里,常备了套装的疗劑 而我们的疗劑,套装里面 我们也包含了这本个人护理的秘笔 所以,达到有病无患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健健康康地享受我们的人生 多谢余医生的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与余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同类疗剂 或者其他的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可有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余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御理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谢谢余医生,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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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